肺炎支援体容易找到哪些人 怎样才能早期诊断呢 告诉您最佳的治疗方法 最近多地医院都出现了许多儿童支援体感染 家长急得团团转 有的患儿过了好久才确诊 支援体到底哪些人容易感染呢 怎样才能早期诊断少走弯路 怎样治疗效果最好 所谓支援体肺炎 就是由肺炎支援体引起的感染所导致的 肺炎支援体它是比细菌小一点 比病毒大一点的一个微生物 目前在全国多地已经是 儿童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体 以下这些人群容易感染 一个是儿童还有老年人 婴儿免疫力低下的人群等都容易被感染 如果抵抗力较差 有发展成严重的肺炎 支气管炎 甚至肺衰竭的可能性 与患儿接触的家长也有可能被感染 如果身边有感染的患儿 可以通过飞沫或者直接传播 经过一到三周的潜伏期之后 就会出现相应的症状 主要表现为发热 咳嗽为主 开始为阵发性的肝咳无痰 咳嗽逐渐加重 持续两周甚至更长的时间 可以引起肺部炎症 发热的时候常伴有肌肉酸痛 乏力或者寒颤等 怎样才能早期确诊 是支援体感染呢 这当然需要由专科医生根据症状 体征检查以及一些化验来明确 支援体的诊断 有血清抗体检测和支援体的DNA检测 由于多数感染症状 只是有肝咳为主 早期常被忽视 所以对于咳嗽持续不缓解的患儿 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 因为支援体既不是细菌 也不是病毒 常规使用的抗生素 像青霉素类或者头包类 对支援体毫无作用 只能选择大环内脂类的抗生素 针对性治疗 这类药物主要有 罗红酶素、红酶素和阿七酶素等 以及四环素类和奎诺酮类抗生素 但是一定要注意 对于儿童以及未满18岁的青少年 有明确的使用限制 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选择 支援体感染预防非常重要 尤其是对于儿童等免疫力低下的人群 要学会正确的洗手、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等 基本的防护措施 一旦出现相关的症状 要及时就医 防止病情进一步加重